大家好,我是Tom好 大家好 很少凌晨和大家做节目 但因为这宗新闻比较重要 希望你即时 和大家去谈一谈 虽然2月15号 元宵节 大家都是 台湾食汤丸 香港有这个元宵的灯会等等 但无论怎样都好 有一宗 是绝对开心 不出来的 就是这个 阮民安被捕事件 Tommy 这位 艺人 一直都是相当支持 反送中的运动 那么 他的被捕 彰显著一种很大的寒蟬效应 看到很多歌星 无论你看到 黄耀明 何韩斯 《不能进录》 和很多 乐队 不讲什么 很多人 10个劣迹艺人 10个什么 歌势 禁播歌手 等等的事 会不会带来一个寒蟬效应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 阮民安走得很前 他不是一个很出名的歌手 但一个很真诚的歌手 有些人认为这个歌手 他走得太前了 太怒骨了 这些事就不应该这样做 这个是 见仁见智 但我就认为 他已经很勇敢做出 他交代了 他要做的事 相当自信 他在承担这个后果 我认为这件事 大家只能为他献上祝福 爱莫能做 即只是到今时今日 我们看香港是相当可怕 根据独立媒体的报道 警方拘捕了两个人 涉嫌作出煽动意图行为 和洗黑钱 消息日子包括了 艺人阮民安在来的 稍后会讲到一个41岁 一个20岁的 警方国安署高级警司 李贵华在记者会中说 被捕歌手阮民安在社交媒体 嘲笑 因公殉职的警员 甚至连 退休警员都不放过 即是嘲笑 就是变成要抓他 这个就是 他所说的 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 作出煽动意图行为 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第25条洗黑钱罪 另外被捕的另外20岁的男子 声称是无业的 就是有这个 以试验洗黑钱罪 去被捕 警方随即进行了首屋 之后检获了银行卡 和记录 等等证明相关洗黑钱的罪行 保安局局长也根据国安法 第43条实施细则 附表3 发出凍结财产令 凍结了 大约14万的资产 分别在本地银行户口 和一个马会投注户口里面 这个阳文安 就随后被 确认他的身份 而 被指控的 就是 包括了些什么 就是 稍后会告诉大家 就是根本上 完全自虚乌柔的事 嘲笑因公殉职的警员 嘲笑退休的警员 就已经可以拉得来 他被指 被捕歌手 就是这个 宇文安 就是李桂华说 这个警察 高级警司说 在第五波疫情期间 大唱反调 宣传打针不安全 言论令人觉得 哇 原来政府对我做些这样的事 原来打针是准备叫我们去死的 于是乎就是强调有表面证据 但是是不是下车去告呢 要咨询律政司 李桂华又指这个阳文安 涉嫌是由 2021年 即去年3月开始 发起网上捐款 支援暴动案的被告 发起捐款 支援暴动案的被告 都出事 但挪用了 15万 去吃喝玩乐 又将27万用作马灰投注 即是用这个方式来说他 事实上是是爷非爷 现在你将他困起来 没得对质 没得给他澄清 简直不知所为 这种屈法 其实你当年 怎么屈杰斯是没有一样 OK 我会认为这件事是相当可怕 即是 他用这个地方来做 就是斗夸 还要斗臭你 他不单要抓你 人生自由不给你 更加要将他名声尽位 就说你拿一笔钱 去吃喝玩乐 又有另一笔钱 他在马会投注 就说这个赌徒 是这个 洗脚不抹脚 吃喝玩乐 不是真的用一笔钱 去支援暴动案的被告 试图用这个方式来分化 真相是怎样 我会不会信李贵华 一面之词 我就不信了 除非你告诉我 阮民安 可以有一个身边的机会 现在 捉了他 不让他发声 更加是 有这个情况 李贵华在记者会上 拒绝透露被捕人士是否宇文安 但是 个个人都知道 只是称被捕人士 41岁 宇文安 1980年出生 那你想想 是不是41岁 报清歌手 你说今年2022年 是不是41岁 40岁应该是 因为他2022年未生日 OK 宇文安 等一下会告诉他 生日的时间 是哪个时间 他未生日 基本上 未可以这样算 他生日的时间 据维基百科所说 1980年 5月13号 据言之他未生日 OK 所以他今年41岁肯定就是他 拘捕罪名就是 作出煽动意图行为 就是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 以及 有租职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条的洗黑钱罪 另一名被捕人士是20岁的无业男子 他是被控这个 洗黑钱罪 用这个方法 来搞他 也都是 李贵华知道两个人是亲属关系 保安局局长已经引用了港版保安法 冻结了14万 分别来自本地 和马会投资户口 李贵华就指 这个被捕歌手 是由去年3月开始在网上发文 呼吁市民 支持暴动罪的被告 调查显示 在3月至11月期间 大约100万元 传入了20岁被捕人士的户口 OK 那就是说 是有100万 由这个阳文安 给了这个20岁的 男子 但其后大部分的钱 用作私人用途 李贵华是指 大约15万 是用来吃喝玩乐 27万 是团入马会户口 喂 各位 原先的被捕人士户口有多少钱 要搞先误 原先多少钱 原先 即是被捕人士的户口 原先有成200万 那你的mingle 即是两笔数 都黏在 那你怎样可以说 是新入的100万里面 是用15万 去捕人士 全入马会户口 你首先讲清楚这点 第二样 就是说 吃喝玩乐 你有证据吗 你的信用卡的签像 这些东西 你告诉我 知道怎样吃喝喝玩乐 还有 有些东西用卡 之后人家给钱 有没有进入到户口里面 进入其他户口里面 都要搞清楚 你只是用这个方式 做它的话 我觉得 有欠公民 那么 他说27万是 全入马会 是投注户口 并有投注纪录 一个人 赌马仔 赌球 赌马 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原底的钱 垫底有多少钱 接着这100万 有没有移动过 就这么简单 OK 接着他说 他指 很明显 李贵华就说 有人透过作出煽动行为 来做些什么呢 乘机赚钱 接着就是中饱私落 这个就是他屈的方式 未审先判 公开这个警察 就跟他说 这个中饱私落 李贵华又长烈指称的 巨煽动行为 他指被捕歌手 因为不满法官的裁决 图民并谋的 咒骂法官 就是说他 他有煽动对于 第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洗钱 第二个就是说他 咒骂法官 引起市民对司法的憎恨 你咒骂法官 就引起市民对司法的憎恨 各自这个道理 昨天讲的梅妈 他就骂法官 骂了几次 一法庭到乱丁 是不是煽动市民对司法的憎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说这些法官 是这个 骂骂他 OK 这件事的话 是不是要告梅妈 煽动罪呢 昨天讲错了 不是梅谈美金 是梅沉美金 因为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读声事的时候有个沉字 OK 但是譬如有其他的意思 谈就是延伸的意思 所以他有两个读音 就算在 北京话和广东话都有两个读音 到声事的时候有个沉字 对 所以 梅沉美金 沉美金 就是search US dollars 真的很喜欢钱 名字都告诉你 梅沉美金 他是奏骂法官 你有没有告他煽动罪呢 今天这个被捕歌手 说他奏骂法官 引起市民对司法的憎恨 不得了 是不是 即是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完全不能批评任何法官 是不是这样 另外他又指 大事 他大事嘲笑 因公殉职 或者受伤的警员 甚至一些退了休 意外死亡的同事 都不放过 例如那些落水 那些 其实这些东西 大家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就是你嘲笑解放军 进城屠杀 北京人的解放军 嘲笑他 拉你 嘲笑 拉你 就很简单 你说 那些人在审判黄丹 什么 你一说 罵这些法官的话 就引起市民对司法的憎恨 你罵共产党的话 引起市民对党的憎恨 国家的憎恨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可以罵得来 跟着用这个地方来 贴上去 认识彰在你十条道 以言入罪 他说这些大肆这样 涮染 大肆这样涮染 和嘲笑 幸灾乐和 引起市民对警方的仇恨 那这个就是 李贵华的说法 你这么说的话 可以这么说 香港的人 就希望他用这些方式 来纯服香港人 用寒蟬效应 极度的deterrence effect 阻吓作用 使得全世界的人 禁声 sip 口 黏着 不要再说话 这个就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 对阮民安 基本上是找他们祭祈 来恐吓 甚至是 要挟 其他歌手 包括王耀明 何韵诗等等在内 年轻的我不说这些名字 他们全部的人 如坐针先 使得他们 你看到这样的做法 是毫无谱的 都说了 你不要当国安法 还是一个法来的 国安法就是一个 有红线可以划出来的 No 它是流孙来的 随时可以 渗变 流动去到不同的位置 喜欢流去哪里就流去哪里 因为他随时可以 高这边 坐下那边 将个版本上的流书 不断拿破不同的东西 这个就是今天 共产党为什么对付香港 事实上 不需要再用 法律的理论去斟酌 究竟这些东西是不是违反人权 答案当然是yes 违反人权 但问题去到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办法可以做 所以阮民安 其实是 很 勇敢的 我不相信这个是幼稚的决定 他有一件深思熟虑的决定 留在香港 让我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他的深思熟虑的决定 留在香港 他仍然勇于承担一切的事 我看到没有一个歌手 刚刚讲的名字的歌手 和一些未讲到名字的歌手 他们会退 继续做好他们自己的音乐 继续做好他们自己应该要做的事 这一点 是很可警 这些所谓的嘲笑 这些批评 如果这样 都是犯罪的话 这个就是 铁桶般的极权国家才会做的事 是极权国家 专制 暴力国家才会做的事 骂一个退役的警察 骂一个受伤的警员 骂法官 基本上完全可以允许 骂法官 你注意不要如月做一种 妨碍司法公正的情况就可以 不要成为妙视法庭就可以 你会针对法官某个判决 去做 这个评论 可以骂这种判决的评论 但你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显示到 要威胁法官要杀人家全家的 那当然不行 我肯定 这个被捕歌手做没有做的事 批评 不会 是煽动市民对司法的憎恨 是煽动市民对那个法官的憎恨 那这个对那个法官的憎恨 是否妨碍司法呢 是否藐视法庭呢 这种东西可以有得咬 大家不管 先挨了你 接着在后面做个国安法43条 冻结你的资产 就是用旧的法律 刑事这样条例的10条 还有 有组织禁严重罪行条例的25条 将你的资产凍结 还有他根本上都不需要用到 国安法43条 因为洗钱罪本身 就可以凍结你的资产了 他现在不理这种东西 一条就是 据有煽动意图行为罪 认识将条例第10条 另一条就是洗口钱罪 就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条 这两条都不是 港版国安法 但是 他用港版国安法43条的附表3 来冻结户口 据言之 一窩熟 今时今日已经不分了 据言之他在 2020年6月30号之前 所有的行为 都是全面筹捎算质 因为不用 国安法通过之后 才筹捎算质 就是很简单 不需要用国安法 是国安法那种手段 去凍结这个资产 可以这么说 现在失心疯了 现在去到香港 已经是没办法用道理 逻辑 常识 去生活的一时代 他说在去年 另外 去年11月 网上直播演唱会 被捕歌手 暗示院文安 亲自唱一首歌 里面有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家》 李桂怀指 唐英杰案已经有判辞 写明这个口号大有 将香港从中国带出去的意义 这一点 他唱哪首歌 不知道 在我最后 会唱一首歌 给大家听 就是他的歌 就是唱chorus 不要唱太长 怕大家 可以 放在最后 就是说 可以大家 剪掉他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就是他有几个字 就说这件事 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 但未用这条罪告 你看看 他是后着 在一个地方 就是洗黑钱罪 和这个煽动意图罪 但未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那么最后会变更的罪名 绝对有可能 最高可以判 无期徒刑 所以这件事 香港真是 很惨 他和北韩是同一等级 和新疆是同一等级 而在今年一月 第五波疫情期间 被捕歌手 宇文安 他说大事抹黑政府防疫政策 批评你的防疫政策的抹黑 说与病毒供存 你又告我国安法 莫名其妙 如果这样说的话 全世界你告他 宇宙版国安法 告丹麥 告瑞典 告英国 告韩国 与病毒共存 你告了所有世界上的 专家说希望与病毒共存的人 瑞典 挪威 丹麥 英国 等你告 宇宙版国安法 那些人说与病毒共存 基本上暗示 暗示 暗示 抹黑 用你抹黑 两个字 抹黑 香港特区政府的 防疫策略 告他 通执他 他就说与民安大事抹黑 政府防疫策略又呼吁市民杯葛打针 我经常都说 我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去呼吁市民去杯葛打针 我的说法就是说 呼吁市民自决 自己决定 要去打针 这个是个基本原则 如果你敢告我 敢告这个话 你死了 吃屎喝了你 这么简单 呼吁市民杯葛打针 不是犯法的问题 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绝对没问题的 你不是自己说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这样的议论都不可以说 喂 大佬 现在政府不是强制人家打针 对不对 中国政府表面上都不强制人家打针 香港政府都是鼓励 但不是强制人家打针 对不对 他是脅迫 逼针 他不是强制你 刺针 你不要动 一次针刺进来的地方 不是这样 呼吁人家不打针有什么问题 叫人家不要打了 总之你有选择权 不如劝你不要打了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冤民安的做法 有什么问题呢 除非你今天法律就告诉大家 是强制打针 另一件事 你就呼吁人家不打针 呼吁人家违法 你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没有这样的情况 哎呀 就说你这件事就叫做 煽动意图行为罪 引起对特区政府的仇恨 妙视 和对他的离叛 哇不得了 大帽子扣下来 李贵华就说 目前政府是减低死亡率 保护长者和小孩 但是这位41岁的人士大唱反调 他说什么呢 又威嚇市民说 接种疫苗打针是会死人的 打完针都未必中的 又指自己 不跪低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喂 王成志拉来他通缉他 王成志就说 我站着吃香喝 看着你对面那些人 跪了在 习近平的根前 在損他脚夹那些黑色的泥 你会看到你多么嘔心 看叶柳 看689 看777 看邓PK 看李家超 看郑若驊 这帮粉肠 他在做什么事 我就要站着 吃香喝 告诉共产党 我绝对不需要靠共产党 都是赚到钱 金碧飞煌 吃香喝 我们就要做这件事 不跪低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你看 汤米的歌 点击率相当高 几百k的点击率 已经创造得相当好 他用他的歌声 用他的投资 做制作 扣除成本 赚到钱 去他的生活 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人要做的事 赚钱不是邪恶的 赚钱是 他们应该要去做的事 对吧 不跪低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就是这么简单 并且用粗言畏语 批评专家意见 就是说 DLLM 你的HGC 你这样 你就变成 拉得的 就说这件事就是 煽动意图行为罪 说粗口 不行 杯葛打针 不行 批评政府防疫政策 不行 说不跪低可以生活得很好 不行 打完针都未必中的 说这句都不行 这个是李桂华说 打完针都未必中的 这个就是他引述 Tommy说的 就是宇文安说的 宇文安说 打完针都未必中的 打完针都未必不中的 就是打完针 都可能演员 这个事实是fact 我说了很多次 我无限次说了一次 打完针都未必不中的 这个事实 你有种了 你将每一日 成以千计的人 告诉我 有多少个打科兴 你知道我可以说 打科兴的 我是打BNT 染疫的 你就知道打完针都未必不中的 这个完全正确的说法 说真话原来已经是罪 说一些不合听的真话 就是罪 我听过以前有些所谓的老人家说 喂 即时务者为俊杰 真话不是需要说的 我直接对那个老人家说 DLLM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罪真话 你罪不合听 我塞在你的罪上 就这么简单 因为很简单 你凭什么 叫我不说话 你死先过我 你老人家 是不是 同一道理 那些年轻人看着老人家 说这些说话 识时务者为俊杰 有些蓝丝这样说 不要这么暴力 不要这么粗言为语言暴力 你呢 说话都要因着形势 基本上要顾着自己 如果他善意 他动机善意地帮你的话 那就有他 但如果他今天 他不是善意帮你 就觉得是交换你 就说教人做人的道理 做人他的所谓的道理就是什么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 真话不需要讲到满的 这些人呢 是人渣来的 但是香港很多这些人渣 看着那些人怎么样 这些人渣来说 有记者问到被捕人士所发表对专家或者政府防疫措施的反对言论 如何愈悦鲜动的界线 如果你批评 你不是动态清零 对了国情 但这个国情是不对的 香港是应该 適度放宽 好像最近 譬如昨天 这个社民连都有人去说 应该要 循序漸进 与病毒共存 不应该这样做 但当然 听者妙妙 大家知道 很勇敢 自信做这件事 我都为 社民连来鼓掌 那你问 这些言论 是不是已经预遇了煽动的界线 李贵华就指被捕的受制与民安的言论 与政府背道而辞 哦原来 他的言论与政府背道而辞 就是 煽动意图行为罪 可以拉得来 用国安法去 锁你的户口 哇 这样也行 现在今天 很可笑的地方 就是 你说的言论与政府背道而辞 我们做所有的人 我想你在看你 看你节目所有的人 你们有没有言论 无论是言语 还是文字 或者留言 是与政府的立场背道而辞 十个十个都是这样 是不是拘捕了你们呀 拘捕了我们呀 他说这个李贵华就说 令市民听后觉得 哇 原来政府对我做些这样的事 当然了 就这么简单 就揭发了政府的阴谋 政府的卑鄙 政府的无赖 有什么问题 他说叫我打针 原来是叫我准备去死的 阮民国没有这么说 你过途全息 你打针 是有可能会死的 这么简单 逼针的结果 有些人的体质 根本不适合打针 他自以为可以打针 不看医生 一刺下去 没多久死了 谁负责呢 政府没没赔呢 不会 那些药厂没赔呢 不会 你自己负责 打针 是有死亡风险的 尤其都有慢性病的 或者有各类疾病的人士 又和年龄年纪大的人 尤其需要注意 平时正常 好好的的都可能会死 这么简单 是以毒攻毒 疫苗就是以毒攻毒 你为什么打在毒 自己身里 这个地方 除非你有很坚强的原因 否则不打是正常的 是不是 那么李财政认为言论已经有表面证据涉及煽动 煽动些什么 煽动人家不打针 有没有一条罪名叫煽动 别人 不打针 就是犯罪 没有这样的罪 煽动人家 颠覆国家政权 现在是新的犯罪 煽动人家引起对 特区政府的仇恨 离半这些 就是一直以来的刑事障害条例的犯罪 这些 拿这些垃圾的条文 拿出来 搞 Tommy 这个就是开始 不会是结束 我相信这个地方会有很强的寒蟬效应 政府会再看一看 结果是怎么样 中国共产党会继续跃下去 他不会停在Tommy这个位 他会继续针对不同的歌手 不同的演艺界的人员 一个一个收服 所以我再呼吁一次 每一个演艺的人员 自己好好的决定清楚 在Tommy这个事件之后 反省清楚自己的去留 你可以自由世界 还是要在一个大监狱 分分钟进入小监狱 是一个抉择 大监狱与小监狱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而大监狱 院外面的世界 那个壁垒越来越分明 稍后会说到Hong Kong Watch 就是 今天稍后时间 说到Hong Kong Watch 更加需要注意 他就说 是否 符合过去检控标准并作出起诉 是要视乎特征师的意见 这就是 独立媒体的报道 大家还要说 软民安 什么水 现在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在一个区里会 吃饭 去过一间 餐厅 那间餐厅 我经常都去 当然 我想这一世都没什么可能去 那间餐厅 吃饭的时候 老板娘就说 喂 啊 那时我不识于 文案 我自己 不知道Eakids Eakids其实在 千亿年代 曾经红那段时间 03、04、05、06年 红那段时间 他成员作曲的人 就是软民安 坐在那边 原来他 一向是玩一些basking 即是他玩那些 就是 公开的 街头 表演 另外他也做很多的音乐 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他在作曲方面有才华 各方面很好 而且他感言 他是比较 就是high profile 就是他本身 就比较 有些人比较浮夸 去那里闯一些 好像一个万牛 那样冲出来 但是他告诉你 世界上应该是这样的人 比如说 我们反省一下以前 有些人是专门抬棺材 比如阿牛 是不是 阿长毛 是不是 呂长毛 是不是 还有古思瑶 他喜欢台棺材 中联版 那些年轻人当然觉得 交 但是慢慢考 觉得 喂 只是有这帮人 出去做这些事 香港才会不一样 喂 没有这帮人出去做事怎么行 同样乐壇都需要这些人 这些人 未必是那些一线的歌手 即未必是 mirror error 不是一线 mirror 不是一线 不是林家谦 是不是 以前的时代 有陈奕迅 容祖 异扬千华 现在这个时代的 有张敬軒 有这个 就是 你看到 有什么 星马力乐之心 Dear Jane 又有这个 Sea All Star 然后又有 Suppet Moment 然后又有 看到 Mirror Mirror出现 横空出世 很简单 这些就相当 他学韩国KPOP 很重要 不断博集 不同的东西 你看到这些新的世代的一些 乐团的人 去到很高的地方 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人 但是反观 究竟有哪个 语文案 你拿刺測的 名单 或者那些 乐坛颁章典礼的名单 没有他分的 好的 因为他说真的 他的创作量 不及别人多 而且他不在主流 他不在主流里面 但他事实上是不断自己做很多歌的 而他也算是一个歌手 你可以说他半红不黑也好 但我觉得他很真诚 还有很勇敢 很自信地去做这些 很assertive 因为他说得好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很assertive 即是 他很想将自己的一些 想法 去讲出来 勇于去 沉述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挺好 很勇 你看看 比如说Mira 你看阿Jer 你看阿Dear Jane See All Star 他的所有歌曲 怎样都是留一首的 讲到留下来的人 始終是隐隐恢恢的 不会讲得那么白的 但反而这个阳文案 他唱的歌 是相当白 即是白妙一样 将事实的东西 讲得很白 而是 他都很大胆地 跟很多人合作 当然 E-Kids 原先的乐团 以前和 Ellen Tim Kassler 以及一起合组 E-Kids 跟着 E-Kids在2002年 去2006年 是当红 16年 之后 再 宣布重组 也都举办过音乐会 宇文安 曾经在2019年的 《反送中》的期间 改篇《水黑瑶》的歌曲 《林郑月娥 give you up》 以表示对政权 林郑月娥的不满 重申五大诉求 同年 2019年 他也是响应民主诉求 声门香港青年 推出派台歌 《煲底之药》 音乐六象推出之后 牵起很大的回响 这个就是 他的《煲底之药》 另外 他有一首歌 就叫做 手足 这首歌 更加觉得好听 只要我会和大家 讲这首歌 他一直以来 不是突然之间变黄 他一直以来 都是相当 张一浩 他举判同一个 香港的日系的 毛特儿 张以文 奉旨成婚 同时 丹下了儿子 也都是 暂时有两个儿子的 他也是 被19年 8月3日 被电视台拍到 参与反送中示威 他直认 画面中的银发男 就是他本人 他毫不避諒 不会又托 他也是 出席网民发起的 《香港之路》 在8月23日 2019年8月23日 活动 延伸8月25日的 全葵青大游行 向香港政府表达诉求 在Facebook也发表长文 提为 我很穷 我爱人民币 但我 更爱香港 他和太太的微博 被中国的网民洗版 批评是 港独 同一个月 他不获 已经连续出席过 四年的上海 在时装周邀请 无法出席这个活动 他知主办方是因为政治因素做出这个决定 强调自己不会因为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 而减少收入 而妥协 而且会转攻其他地区的市场 他在2019年831的港都和九龙市委之中 宇文康在铜锣湾东角 举行 没有国泰 还有民安的港岛区流动演唱会 重声声会 一路和你们唱到金钟中环 又与市民大叫 香港人加油 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宇文康又说 即使在上海 以至其他中国工作机会被取消 也不会害怕 他在 2020年6月30日 当时已经在港版国安法施行的那一天 他的太太在住宅楼下收到一位 叫广 粗普通话口音的男子 写给宇文康的一封信 写信人恐吓说 宇文康 上次斩街站 明天七一如果见到你 斩X你 即是说 要斩你 被人恐吓 当然 抓不到人 也不会抓到人 因为要抓人那个 就是某一些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去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怎样去 看这个 时代呢 他就 相当 认真 他也是 Tommy 他是 中五毕业 信奉基督教 他是 出道的时候 99年出道 他拍摄作品的 喜剧之王 和周星辞拍 他的作品 包括了 02年的 《开始恋爱》 02年的《魅力移动》 06年的《青春火花》 2017年的《宗旨恋爱》 19年的《煲帝之药》 和21年的手足 21年11日 他创作了一首 即是他派了一首歌 这首歌 到今天 为止 已经有 三十九万 九千 七百二十二的 view 即是四十万 view 这首歌的手足 这首歌的手足 令人相当感动 因为他作歌 他监制 填词的呢 是找谁呢 就找这个 邝俊宇 去填词 編曲的就是找 Jojo Liu 现在在多伦多 混音的就是 Frankie Hong 那他自己 宇文安做监制 导演的与文安 演出的很多人 这些人 现在已经 消失了 很多消失了 包括了 邝俊宇先生 岑梓杰先生 刘永康先生 还有 邹喜恩 就是这个 东区的区议员 当时 理大的厨房佬 陈伯 王婆婆 失明的 Sit Joy 手语哥哥 Jason 晴天露 声歌 明太弟弟 和中大的同学 吴敖雪同学 他们每个人都将他的名字 他的样子 一起参与这个演出 所以说 宇文安 他是相当 说手足 这首歌名的手足 你想想想 有哪个人会这样说 是吗 只能说 留下来的人 是吧 不会说 手足的 就是这个 你看我多勇敢 创作 言论自由 或者手足两个字 就可以找到这首歌 手足若定时代有光 下决心供你撑着光 回想当初 在这首歌名的声音 有置身這裏再遇上 終有日結局會記錄這篇 土地這催淚一掌 頑強堅毆手毅城內 譬如間道火裏 讓世代不留信念傳下去 他唱歌這些歌詞是相當難得 因為他是鄺俊宇的填詞 你想想多麼難得 鄺俊宇的填詞 當然鄺俊宇現在做了這個所謂的 民主黨的參選派 當然是一件事 但起碼找一個文青去做填詞 以詞論人 以詞論詞 我不說人 其實也不差 我對鄺俊宇的批評是一定有的 不會覺得他不可以受批評 但是想想 這些歌曲是相當好聽 21年其實很多歌曲創作得很好 如果你沉澱下來 大家看回21年所做的流行歌曲 其實很多流行歌曲創作得相當好 這首歌其中一首不錯的歌曲 他上到山上拍攝 也有很多人在對視 然後又戴不同的服裝 我覺得相當感動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未來的路上面 我們少了一個宇文安 宇文安 他會不會被捕之後 會被起訴 極高可能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什麼 但我覺得現在的政權 我也不可能有任何稀奇 無論在大監獄也好 小監獄也好 我希望每個人有覺悟 自己會入小監獄 你才會在大監獄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一個覺悟 是會入小監獄的 覺得是僑倖 是不會的 覺得是不會入小監獄的 沒有一個人保證到大監獄 現在在大監獄裡面 香港這個大監獄裡面 會得到平安 宇文安的事件 是很多演藝界人士 甚至是一些評論人 記者的追心之痛 已經沒有界線了 今天不是說你做什麼 符合一個客觀的法律 而這個政權要抓你就抓你 你要搞這個覺悟這件事 不要再探尋尋找 這條紅線是在哪個地方 愚蠢地問政府 究竟怎樣才是那條紅線 怎樣才不是線道 和線道的界線在哪 沒有界線的 是可以動的 因人而異的 喜歡打壓你就打壓你 你出名不出名都可以打壓你 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找一個個案來做一下 很多人都很難進去 找一個很明顯可以入到他的宇文安 來做一個標桿的benchmark 一個landmark case 之後震懾其他人 這個不是宇文安的錯 它是一個自由的靈魂 它是沒有錯 錯的是 這個暴雷的政權 希望大家為他祈禱 也希望每個人 深一反省 早日作出慎重的決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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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